突然劇烈搖晃 民眾站斗站不穩 拍下恐怖地震瞬間 警報聲大作 所有人連同寵物 趕緊到戶外避難 監視器拍下商場內的瓶瓶罐罐 東倒西歪 物品四散一地 傳出零星災情 民宅內亂七八糟 北加州居民在新年第一天早上十點三十五分 就被晚如末日般的天窑地洞嚇壞 這也是兩週內二度地牛翻身 儘管規模比較小 但地震感受比兩週前還要劇烈 新的一年加州居民要面對的 還有豪雨洪災 加州馬路淹水汽車受困 跨年夜當天就金山雨量 逼近一百七十三年來記錄 水淹過輪胎 小轎車就快滅頂 消防員搭乘橡皮艇即刻救援 暴雨洪水至少造成北加州兩人死亡 冬季風暴還導致近十五萬人斷電 二零二三年的一開始就天災頻傳 讓加州居民難過好年 三立新聞楊俊宗報導 暴雨洪水至少 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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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